会说话吗 你觉得你真的会说话吗 我教教你们说话有多牛逼好不好 岳王勾剑说了什么 让他的士兵在敌军多于他十倍的前提下 还敢上阵杀地 岳王勾剑不到三分钟的演讲 激励三军将士上阵杀地 我们来看看岳王勾剑说了什么 士兵们 吴王夫差指挥着他的大军 啥叫我们岳过来了 他要侵退我们的土地 你们给不给 他要抢走你们的女人 你们许不许 他要摘下骨头上的王冠 让你们都去做无辜的农历 你们答应不答应 好 我们忠诚的子民 不怕死的汉子们 让你们枪子里的热血沸腾起来 拿起你们的刀剑 给我去杀无名 杀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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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岳王勾剑讲话很厉害 他不是说他要来杀我了 你们要保护我 他说的是他们要抢你们的女人 你们给不给 我说那肯定不能给啊 他们要摘下骨头的王冠 让你们做奴隶 你们愿不愿 肯定不愿意啊 哎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全是站在士兵的角度 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几句话就把三军将是热血 全给你整肥腾了 这叫战前总动员 而且还有 为啥要喝酒 为啥要摔碗 就是要表达他坚定的信念和激情的状态嘛 气势嘛 在卡卡卡一点燃里 你们看所有的军队的这个 这个这个电影或者电视 只要看两军对战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大将一定要上来讲话的 你就知道语言的魅力有多大 语言的魅力有多大 朋友们 太恐怖了 就讲到这以后 突然有没有发现 就不管你做什么职业 你都离不开说话 这说话太重要了 很多人死就死在不会说话的 夫妻为什么吵架 你不会说话呀 员工为什么被判你 你不会说话呀 为什么你的合伙人 到最后土崩瓦解了 你不会说话呀 你的挚友为什么 都跟你从好兄弟变成了仇人 你不会说话呀 你就知道不会说话多可怕 会说话 一句话就是建立一个王朝 建立一个帝国 叫一言兴邦 现在一言上邦